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時間 9月17號 星期四 9月19跟20 要比我們的四奈奈酒賽 然後今天的同名就是來準備一下 我的六代近戰的要參加耐久賽的東西 前面的自動,後面的自動 後面避震的部分我們目前調是已經沒有問題了 那我們現在前避震的部分呢 是由我們這個 大概 應該已經兩到三年的贊助商 就是我們的瑞士 他現在做了一個 新的一個避震 也算是現在還沒有人做過 也就是用原廠去修改成我們現在的電控避震 這是鴻瓶剛剛拍的 這一組 然後這一組呢 等一下我們就會裝上去六代上面 然後呢 來實際測試一下 因為他 以電控來說他比較特別 他的段數呢有到95段 蠻多的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把這個 瑞士的前面 電控避震 直接把它安裝上去 再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避震呢 調整上面啊 那個系統啊 什麼等等的 要不要再給你們看一下 因為 我也沒有用過這東西 蠻好奇的 所以 等一下帶來看一下 好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這個卸掉 然後把這個瑞士做這個電控的 內管套件呢 然後直接把它裝上去 裝上去 原廠的內管上面 然後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拆掉 我來看 我可以把這個拆掉 好 好 我可以把這個拆掉 好 好 我們要把這個拆掉 不是 我可以把這個拆掉 好 好 我們在那個拆掉 好 然後 我可以把這個拆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們要不要先去吃飯 呵呵呵 這滴得有點慢 剛剛零 現在是 然後咧 它這個電控裡面咧 就是附這個 一罐前菜 然後一個 這是電控的主機 然後這個是 連接電控主機跟電腦線 好 插進去 但是你插進去一半的時候 不要拉出來 然後壓力會把裡面的油 噴出來了 所以一次就一次到此 好 哦 哦 就是在打的時候 你是要記得 不要壓到線 存在 在線很容易斷 對 沒錯 OK 那麼 對 我們有一個 在這三個 那 當然 我們就把 那 說 我們在他 說 AN , 你 你 S 從 說 說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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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這個前叉已經安裝完了 那現在這個三角台的這個螺絲要修一下 這個新的禮拜六日就是我們的25號 就是我們的室奈的奈子賽 然後呢,要把這台車子準備起來 因為這台呢,上一次練車的時候他沒有前叉 所以非常的難起 進彎的時候會折不進去 所以呢,就因為在等這個電控的前叉製作好 然後我們直接裝上去室奈使用 今天呢,就是剛好室奈的這個我們的瑞士贊助商 他就剛好電控六代做好 然後他就直接送來 然後呢,我想說這東西蠻新奇的 我就直接來拍攝這樣 因為市面上應該是只有瑞士他們家是使用 原廠內管,然後直接去裝電控就使用 他價錢部分來說的話,相對當然也會比較高 因為他電控設備上面本來就是價錢吧 其實就是價錢 比較技術性的問題就是 這個東西要怎麼裝 那這個東西呢 我就超出我能力範圍了 所以這個就要交給我老闆來把這個處理好 這次的調整方式呢 就是用這個 還有這個按鈕 然後這就等於是它的模式 就很像我們車子的椅子記憶 想要說什麼爸爸媽媽 坐兩個人的坐姿不一樣的時候 就靠著去調整 預設1預設2這樣 然後綠色就是第一個人 然後假設說我按 讓它變第二個藍色的時候就是 第二個人它的前叉的 調整 讓它可以直接這樣快速去做切換 那剛剛紅鈴呢 稍微壓過一下前叉 真的 調的細膩度真的差很多 然後 這是調整的一個介面 然後假設說 現在按 回到第一個綠色 就是我們第一個設定好的 然後我們再把它變成藍色 然後就會跳到第二個 因為第二個我們沒設定 所以它就是00 ok 那就是等的時候呢 就是到時候 像去試耐的時候再測一下 這前叉到時候 調整會不ok 應該是 沒什麼問題 這麼高科技的東西 可能是第一次用 好 我們就是試耐 20號的試耐 其實我相信 成績不會很好 因為現在六代的 套件呢 還沒有 非常的齊全 所以車子呢 異於 其他比賽車來說 相對 非常慢 因為我們 引擎的套件都完全沒有弄 所以 車子比起別人的車子 還說 很慢很慢 因為它就是完全完整 原廠的一台近戰 引擎都沒有拆過 然後就只是調整傳動 然後調整我們的電腦 大概就是 比較基本的東西而已 然後現在就是有了前叉 有了後避震的部分 等於說我們之後呢 載車弄成比賽車 其實只需要更換引擎的部分 其實 載車就是一台比賽車 OK 好 我們感謝今天這個瑞士 今天就是 一日的前叉公讀生 好不好 因為我沒有拆過前叉 前叉都是 我老闆在弄的 那今天呢 想說試耐的比賽車 想說了解一下 這電控的東西 蠻特別的 好不好 只是個體驗 OK 那剛剛那個瑞士的老闆 有跟我們說 是紅米的R6 如果有車友 如果是R6 你想要升級成電控 好不好 你可以在聯絡瑞士 在他們那邊 彈 然後說你可以直接密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這個方案的話 再跟紅林啊 然後紅林再 轉達給瑞士 然後瑞士呢 就願意幫我們開發 電控的 因為R6跟R1的前叉呢 都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 R6可以轉 R1可以轉 如果有R6或者是R1的 我們的車主 原廠避震呢 想要改成 我們監控的避震的話 可以連絡紅林 或是直接連絡瑞士 只要我們的 數量足夠的話呢 相對的我們的價錢呢 也會壓低 然後呢 它 發貨的量呢 因為通常 瑞士剛剛講的是說 它開發只會開發只 那如果要看後續 大家購買的意願 如果真的有很多人 想要裝這東西的話 他們當然會 做出來做販售 那目前 如果以我們現在 呃 跟他們訂購這樣的人說 它就只開發一組 我覺得這一批開發完 他們就停 他們就不會 再做型的 除非說 真的有大量的 車友 想要 做這個 電控 升級的電控部分 然後他們才會去 額外做開發 OK 好 趕緊瑞士 掰掰